你要喝啤酒嗎 Sandy 沿路被拔欸 見邪了 見邪了 啊~~ 好菜 哎呦 天啊 那種路超級窄 這裡超高的啊 這裡怎麼過 大家早安 今天要爬的是 嘉里山 然後我們現在是7點 7點10分開始走 今天要走的是哈加仲走 大概走的時間應該會是 10個小時左右 所以有可能會摸回下山 現在走進來一段路 大概10公尺 就會遇到這裡有岔路 往這邊是哈堪尼山 往下切就是嘉里山 我們先往哈堪尼山 3公里 其實呢 今天只有許願嘉里山 但是慕名的變成 哈堪尼山加嘉里山 哈加仲走 那邊開始就稍微抖上 然後可以左翼的地方了 我拿 天號3 4號喔 4號裝了 總共幾號 剛才聽人家講好像說10號 你飛很多啤酒呢 對啊 我飛得超多的 裡面要喝 你要喝啤酒嗎 Sandy 我包包裡面很多 我要喝也先喝我包包裡面 那個假的裡面也有 對啊 經過4號木樁之後 稍微抖上一段 後面就是稍微一點下切 因為都蠻好走的 那5號木樁 遲到這段算輕鬆了 5號木樁之後 就開始抖上了 嗯 到6號木樁了 現在哈坎泥山這邊 這裡有寫家裡山 往這裡7號 7號木樁往家裡山 等一下就是下切到西谷那邊 大概走兩個小時到 哈坎泥山三角點 然後現在要往 加里山的方向 這段路好像5公里 然後現在要 下切到西谷 不知道西谷有多遠 現在都是沿路下切 然後沒有到很陡 還算很好走 8號木樁 繼續往下走 往西谷的方向 前面就是西谷 沿路被我們追餐沿路幫我拍照 哈哈哈哈 沿路被拔欸 因為他太會拍了 一定要追他 真的 現在我們的隊伍中間夾了三個其他三個 現在他是我們的人了 哈哈 定款了 這邊這一段非常走 現在要注意一下 現在到9號木樁 這一段就是 走下啦 還好是沒有下雨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好走的 現在到10號木樁了 剛剛蠻多地方 很滑 我滑了 滑倒了 健鞋了 健鞋了 你健鞋了 我健鞋了 準備過溪了 今天的溪水還好 親你要怎麼過 脫鞋過啊 啊 我拍到了 我也錄到了 好壞喔 人家穿雨鞋 我脫鞋 哈哈 好冰喔 腳要凍傷了 安全通過 基谷這邊建議是穿雨鞋過 因為我們收集的話是脫鞋子 然後順便就立在這邊 現在 現在11點17 吃完早午餐 繼續往家裡山走 開始沿路陡上 鐵軌了 這邊以前是一樣伐木區 那其他木鑽這邊 就有當時運輸木材的軌道 現在到8號 繼續一樣一直陡上 到9號了 9號了 前面那段真的非常的陡 蠻多地方有高地落差的 還有一些地方需要拉繩 攀岩的地方 這裡感覺就到了 到東南風 我記得好像一段一直往上攀 那可能是到家裡山的 小菜 小菜的喔 小菜 天啊 現在從這邊上來之後 要走這邊下去 走那邊是錯誤的 那邊是什麼地方 廁所吧 我不知道沒去過 那我們就下山 東線 東線 十一 好了 十二號木樁 所以應該在一個小時就到餐點 經過十二號木樁 往前走一點 就到十三號木樁了 很近 這兩個木樁非常的近 一段 進過十三號牌之後 又是陡下了 陡下了之後又要攀岩上去 這裡又要稍微攀岩上去啊 十四號木樁到了 之後的路應該就是攀岩了 最後的一段 最後一段的攀岩 我好像已經是有羊喔 山羊 走這種看他走的那個路很窄 那種路超級窄 好往前喔 對你就往前耶 然後自己扶著走 看超級斗的垂直 比的高低落差很大 這裡超高的 現在又要一個人一個人的上拉繩子上去 這段攀岩是最懶得一段 踩點幾乎沒有 要自己找踩點 最後一個攀岩的地方 應該是最後一個 現在終於到 嘉里山啦 目前身體人非常的多 然後現在也是起霧山 嘉里山呢 它是苗栗的第一高山 然後也是被稱為 因為它的外型 非常像日本的富士山 所以被稱為 台灣富士山 它其實呢 還有其他的稱呼 然後它有叫 嘉里仙山 還有 這三個稱呼 現在2點38 從嘉里山的三角點 準備下山啦 沿路陡下 據說就一段路而已 現在我們下切到 踏路了 然後左邊是往大坪跟山口 然後我們現在是有 路場 網路場的山口 剛剛這邊都是 沿路的陡下 終於陡下來了 現在後面的路應該都是平路 現在大家在這邊 稍微休息一下 現在下山 走到這邊 賺2K 然後時間是4點半 大概還有一個小時半吧 有機率會 摸黑下山 大哥可以問一下那個 沾腦寮椅子 大概是在多少K 還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那那個 木馬古道呢 其實我們這邊有那個鐵道 鐵道早期它是 木馬道 是用木馬來運木材的 那這裡有好幾個鐵道 你指的那個木馬道應該是會在 大坪那邊 大坪那邊 不是我們這邊就對了 大坪那邊有一個集材場 所以那個 那個 髒腦寮椅子應該也是在那個位置的 髒腦寮椅子就不知道了耶 他就說在家裡算這一區塊 髒腦寮椅子 沒錯的話 是在大坪那邊 從大坪站山口 走到18號 就有雲莊 然後右切往上 推側的位置 應該是在這裡 以前是說 是在拔那個髒腦 然後在那邊練那個髒腦 之後 民國16年才開始拔木 把那個 柴王局 跟烏星石 還有一個是 紅塊 然後就造了這條鐵路 然後跟那個木馬道這樣 然後到民國59年之後 這邊就停止了 我們知道的是 這邊鐵道 一直延伸出去 到那邊 那邊有個流龍頭 流龍頭 那就是往下 往下以後 還有一層 也是另外一條鐵道 那你講的木馬道 應該是在那邊 這個鐵道是日治時期 他們第一個 建的鐵道 因為說 第一個在這邊 設立伐木場的 另一個地方 所以他的伐木 會比八星山他們更久 對 我記得家裡山是最久的 家裡山是第一個 然後後面才衍生一個三大臨場 對 我們到富虛的溪谷了 這裡怎麼過 現在要過溪了 第二次過溪 你家上就不會怕 過溪 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難走 這段呢 如果下雨線的話 會特別穿急 今天水位比較小 因為目前是還好 這也太MAN了吧 這位 這也太MAN了吧 直接走水路 他走上面也行啦 上面比較不好走一點 OK 我們繼續往前走啦 最後五百 開始往上爬了 從溪谷上切到 入場登山口 回到登山口啦 咖哩山 哈加重走 完登 我們總共走了 十小時 四十分鐘 交給你們做結尾 做結尾 今天走的心得如何 哇 覺得 如果不是新手的話 建議 先不要來這邊 按讚 訂閱 分享 阿欣哥 謝謝 謝謝 掰掰 今天也要感謝這兩位 陪我走啊 然後就是我 腳不舒服 他沒有拿藥給我吃 就很感謝他們 耶 陪我走完 今天的 哈加重走 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記得按讚 訂閱 記得分享 台籍小鈴鐺 為什麼用玉玉掃當鈴鐺 沒有東西了 哈哈哈 好來喔 搭屁股 為什麼要碰人家屁股 好邁喔 沒有雨鞋噴掉 雨鞋不好噴喔 對啊 我們已經有很多人了 全都不夠了 很難的 還幫你 走